美联储议席会议正在召开 市场即将迎来转折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Rick 目前美国的FOMC会议正在进行 此次会议对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 那么这一次FOMC议席会议 是2022年下半年的第一次议席会议 也将是美国2022年年内 第四次加息 当然我们是认为这次的议席会议的结果 一定还是一个加息 只不过是加息多少的问题 那在讨论此次加息之前 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前几次加息的情况 那么美联储分别在今年的3月17号 首次加息了25个基点 在随后的5月4号加息了50个基点 再到最近一次加息了75个基点 那在这几次的加息进程中 伴随着的是能源价格的一路走高 以及通胀的直线上涨 目前已经公布的最新的6月份的CPI 已经来到了9.1% 那么按照25个基点 然后50个基点再到75个基点 这样的一个规律呢 那么这次美联储是否会有加息100个基点的可能性呢 我觉得是可能的 但是我认为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来对比一下当下美国的经济状况 以及通胀数据的背景和前几次加息的时候有何不同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美联储加息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抑制需求 从而抑制通胀 引起通胀居高不下 或者说目前通胀数据中占比最高的一个因素呢 就是能源的价格了 找到了重点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油价的一个走势 美国原油的价格自从俄乌冲突以来 基本都维持在100美元之上震荡 最高的时候啊 在6月初到达过了123美元每桶附近 那么在进入7月以来呢 国际原油市场发生了很多大事 比如欧佩克秘书长 也就是欧佩克的最高领导人巴尔丁多 在酒店离起死亡 原油的价格快速的出现了回落 并且多次触及了92美元附近的一个低位 目前呢 稳定在100美元附近震荡 并且仍然呈一个下降的趋势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 并且拜登为了中期选举 近期也是访问了沙特 企图在高油价的问题上有所突破 从全球的利益来看 高油价只对油企的利润比较友好 对于其他的经济体或者国家都有比较大的伤害 并且目前美国也是 一而再再而三的释放原油的战略储备 那么这就意味着 油价继续上涨的阻力会非常的大 也给不断升温的通胀 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目前通胀数据来到了9.1% 我个人感觉通胀近期 见顶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如果美联储也这么认为的话 很有可能在此次加息的时候 最大加息的力度是75个基点 后续通过预期管理来安抚市场 做到花小钱搬搭市的效果 疫情之后 通胀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那么如果通胀出现转折 我个人觉得 此次FOMC会议 可能会是市场的一个转折点 并且奠定下半年市场的方向 如果市场按照我们上面的逻辑进行推演的话 加息最高只有75个基点 那么大概率会出现买预期 卖事实的可能性 因为在公布了6月份CPI数据的时候 纳指出现了快速的跳水 之后又涨了回来 证明当时的多空势力是势均力敌 短期之内是多头稍微占有优势 并且市场已经有了很坏的预期 那么如果只加息75个基点 对市场来说更像是一个利好 可能会让近期处于前高附近的纳指 出现破位上行的走势 那么这将是一个反转的信号 而不再仅仅是一个反弹 并且结合美股雄短牛长的特点 历史上来看 美股的衰退期大都在8到12个月左右 此次美股从2021年12月开始下跌以来 已经经历了将近8个月的时间 纳指下方11000点附近的支撑依旧有效 那么从时间空间以及目前的基本面来看 都有可能会出现转折 那么如果在公布加息结果之后 纳指破位上涨 我们可以考虑右侧进场布局多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标普500的反向指标VIX指数 近期也是偏弱势 紧贴着上行趋势线 随时可能出现破位 有结束多头的可能性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标普500可能会上行 我们要知道标普和纳指的一个区别 纳指主要是美国的高新技术行业的 上市公司 其泡沫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那如果说在加息周期当中 标普500能够出现破位上行 那么从侧面来看 也有可能会带动着纳斯达克的一个上行 因此从多个维度来看 美股可能正面临着其转折的重要时刻 如果你喜欢我们本期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为我们评论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